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 他们还认为火箭可能比上赛季会少赢11场左右 Superbook给出的火箭预计胜场是54.5胜 而给出的湖人预计胜场是48.5胜 上赛季的未免冠军勇士的预计胜场是62.5胜 勇士也是唯一一支预测胜场超过60胜的球队 东部联盟方面 凯尔特人57.5胜 排名第一 76人和猛龙并列第二 都是54.5胜 在Superbook看来 安东尼的到来并不能给火箭的战绩提供任何帮助 反而让火箭的表现不如上赛季 他们还支出雷霆之所以预计能得到50场以上的胜利 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罗伯森的回归 另一方面就是摆脱了安东尼的合同 看来 安东尼在很多人眼中依然是毒牛一般的存在 这不是新赛季的火箭第一次被看衰 在Superbook推出这一预测前 ESPN已经给出了他们的预测 在他们预测的榜单上 火箭排名西部第三 胜场还不如绝世 只是预计火胜53场 接连被看衰 火箭总经理莫雷也第一时间 在推特上做出了回应 他转发了Superbook的Jeff Schwinn 关于各队盛场的推特 并写道 关于盛场灾难性的下降 需要来一个紧急波克 at 比尔西蒙斯 看上去 比起紧张 莫雷这话更像是调侃 对于火箭 他一直都很有信心 其实 各大媒体的预测 都是基于休赛期的变化 以及上赛季的表现做出的一些判断 至于准确率 只能说呵呵了 就拿Superbook去年的预测来说吧 他们预测火箭赢55场左右 结果呢 火箭赢了65场 很多因素是数据无法预测的 比如球员的伤病 对手的变化等等 这个赛季 火箭预计获胜场数 还不如上一季的预测 上赛季 他们成功打脸 这一次 他们能把打脸继续下去吗 消息原截图如下 Superbook认为安东尼起不到积极作用莫雷第一时间回应预计盛场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人 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